由华联省政府指导 华联县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主办 咱的老人咱的宝 2020第十届独居老人圆梦之旅 在8月1号早上由老家协会夺为志工 陆续接送长辈至火车站集合 上火车前也暖身活动一下筋骨 叮咛老大人们要戴上口罩留意身体健康 温馨启程一探台北101 国父纪念馆以及木榨动物园等地 由华联县政府指导 华联县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主办 咱的老人咱的宝 2020第十届独居老人圆梦之旅 原定在4月举行 因为疫情影响而延到7月 行前一天已将不少男区长者 接送到市区住宿 并在8日一早由协会志工 陆续再送到车站集合 搭车前往台北101 国父纪念馆以及木榨动物园等地 我想很多长辈都非常的期待 那这一次总共有34位长辈 一起报名来参加 那也包括特别从南区 前天晚上我们就接上来 有四位玉礼跟灼熙的长辈 那还有这个凤铃的长辈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活动 就是在在的凸显 我们这个花莲老家 在这个边缘弱势长辈的服务 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精神 就是把老人当作宝的一个感动的服务 我想弱势老人的服务 特别不能等 有些市长辈呢 他们的这个生命就像是跟时间在跑一样 错过了就来不及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圆梦之旅呢 让一些呢 甚至是有十七八位呢 他们从来没有去过东武园跟101的长辈呢 议员他们一生的这个束望 希望说能够有机会亲自呢到那些地方去 而且呢特别是透过在包括花莲的志工 还有台北的志工 将近有大概五十位的这些这些志工朋友 我都非常期待我们这些花莲的呢 这些老宝贝呢能够到台北一游 三十多位的独居长者与弱势家庭 搭配近五十位的协会志工 采一对一方式提供服务 期盼让老大人们可以放心安心的出游 现在这一次是第二次 第二次啊 嗯 那之前那这一次去的行程有没有很期待 嗯 我们感谢那个协会他们带我们出去晚年 照顾我们 包含财团法人中国家庭计划协会 协办台湾爱香随亲子成长协会 台北追梦歧视团 清化摄影和摄影师陈锡辉等单位 多提供协助 让长辈男员的梦一次次圆梦达成 期盼透过一场场活动 让独老多走到户外活化不老化 身边如有受助需求长辈 或有意加入助人志工行列 可洽权老人继家庭关怀协会 038-330-522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